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民进党如果说他回应的是我不欢迎你来 那他那个格局就不见了 高度也不见了 所以他必须这个将起他的笑容 然后说那欢迎你来 欢迎朱女士来 但他心里真的是诚心的欢迎你吗 我想应该是未必 我觉得大家一定心里都很清楚 民进党怎么可能会真的说好 我欢迎你来 他们虽然口头上是说当然啊 如果中国的外宾来的话 那我们就是比照跟外国的其他的一些宾客一样嘛 你们这些可能外交官也好啊 或是一些使节啊等等的 来我们都很欢迎啊 大家很欢迎 但是碰到中国两个字 好欢迎 大概就这样 就这个笑容很假你知道吗 但其实说老实话 我觉得朱凤莲他这一招蛮神奇的 而且你看他在讲的那个方式 的确可能会让人觉得 你好像跟我的距离好像没那么远 因为他用客家话去讲 那当然因为我们的客家乡亲也很多 所以大家就会觉得你好像 跟原本我所想象的好像又有一点点不太一样 可能就会听一下他讲的话 那他可能又面带笑容 然后跟大家说一些新年快乐 大家就会觉得那个感受是不太一样的 所以说我觉得民进党 他现在是陷入一个僵局 如果假设他后续上真的认真想来的时候 那民进党政府到底会不会真的让他来 当然他们现在已经开始在打那个预防针 我有看到他们就说那好啊 你如果要来的话可以 那请你们的这个共机不要再来扰台了 还有请你不要再去阻挠我们 去这个加入国际组织的 如果你可以做到的话 那我们就欢迎你来 所以其实他已经开始在设那个预防了 已经开始在那个打防疫的那个防疫针了 你知道吗 就是假设他做不到这件事情 共机持续扰台 那如果他要来的话 民进党政府他就可以非常大声的说 我不欢迎你来 因为你的共机还是在扰台 你这样对我们的话 感觉还是没有很善意 好 我们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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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